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有两个话题 不过基本上都是说同样东西 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包括曾志伟在内 有很多香港和内地的明星 纷纷向缅甸北的头目 电片头目的儿子 说生日快乐 直至到现在 最少有两名的明星道歉 其中一个是曹查理 其中一个是杜逸东 第二个话题是关于 有些内地的男子 成功从KK园区逃出身 但这个人回到家后 反而是骂他家人 为什么要救我出来 让我进去 我想继续在里面赚钱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说你逃脱了人间地獄 有很多人想有命出去 也不能出去 但为什么你反而想入地狱呢? 是否想制势为坏? 是否想做臥底 赌破这个集团呢? 当然不是啦 因为有些人 真的一旦跌入心渊 就算你欲生走出了也好 内心仍然走脱不了 稍后井仔就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有些人 就算人欲生走出来 但心就走不出来 当然啦 我能够拍片的 就不会这么肤浅去和大家说 因为他贪钱 因为他想赚钱 不只是一个钱字这么简单 后面还有很多人类的心理学 甚至乎站在那些诈骗头目的角度来说 这个是牵涉到人力资源管理学的 稍后慢慢去和大家分享分享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素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还有记得按隔离的小钟仔 那我们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啦 在11月16日的时候 香港演员曹查理就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 就是说 为了自己向缅甸不点片头目慶生那条片自怯 在影片中他就说 自己在去年8月就从加拿大回来 突然之间经理人就叫自己说 去捉人生日快乐 原本自己就不打算拍的 但是经理人就说 不怕 很多明星都有拍的 于是自己也拍了 最后一条片去了哪里全部不知道 最重要就是说为了钱 也坦然自己是为了钱才去做 然后就强调 自己和缅甸的人没有来往 不认识他们 只不过是因为自己要吃饭 要生活 所以就没有办法 希望大家就原谅自己的行为 另外在17号的夜晚演员 这个是国内演员来的 叫做杜日东就发表影片去致歉 他就说 这件事其实就已经很久之前了 自己没有去考证人家的背景是自己的错 以及受朋友所托 那我以情面的状况之下才去拍的 以后就会引此为界 去约束自己的言行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这两个明星的道歉 你已经可以高下立见的了 你曹茶里都叫做以前电影明星 那些什么警察故事你都有拍过 结果你临老的时候 你才把钱挂在口边 开口埋口就说 我为了钱我为了钱 如果你说你是普通街边的基层人物的话 那我都能够理解的 但是你都作为一个电影明星的时候 还要去到这个年龄 正常来说 就是你要被人觉得你是那种 我已经赚够了 我已经忍退了 我不问江湖世事的 估不到就是说 你年少的时候风光 但是你老来的时候 为了鸡碎那么多钱 做了这些道德败坏的事情 也都会被人觉得就是说 你是不是啊 你以前的钱都花了去哪里 像蔡若莲说的 你是不是没做好生涯规划了 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人以为你有些钱的人 你为了这么少钱 丢尽了自己念念 那真的相当之欲酸的 那至于那个内地艺人 他都很聪明的 他都懂得说是朋友的人情牌 所以推却不了 有时候你说人情牌 反而就更加容易令到公众说服 不过这些道歉其实都是摆个姿态 但是那份道歉辞 你作都不懂得作得好一些 大家明白了 暂时来到现在 都没见到曾志偉和黄一飞 他们去做任何回应 好了 看完明星那部分之后 来到今天的重点了 为什么有些人有幸能够从KK园区走出来的时候 但是又要走进去呢 根据一个《红星新闻》的报道 在今年5月17日 细琴和一名同乡 就从湖南长沙和广东的广州 就前往广西西陵 然后搞了三天的时间 转转转转 成功在5月20日进入缅甸 自此进入了电讯诈骗园区 细琴坦然 自己当时想走捷径 想赚快钱 中介跟他们方称 说工作是运送劳力士手标 然后直接去到缅甸敲锭盘 不过他对于被骗去到缅甸从事电骗的说法 其实就有点不同意 他认为反正都是赚快钱 没有说骗不骗人的 据了解 他就是被解放人员拯救了出来 然后拯救完之后 再尝试回流的案例就并不罕见 根据一些曾经是直接参与过 营救行动的黄先生就表示 他见过有很多从KK园区回流进去的人 大多数是为了赚钱 很多人被救完之后再自己回去 细琴曾经跟家人表示 虽然在电骗园区会被人打 但收入可观 甚至在他离开园区之前 因为他怎样被人认救 不是为别人义务认救的 他家人给了酬金老板 老板同意放人的时候 才再有一批义工人士 接他离开 再把他送去中国 在细琴离开园区之前 老板专门跟他说过 欢迎你随时回来 只要陈仔将来你来 你不用偷渡的 正规途径 你拿着护照正常方式 进来缅甸 然后再进来圆区工作 到其时我们不单只 包你劳费 包你飞机钱 甚至乎 之前你家人给我们的赎金 我们还赔给你家人 其实新闻内容还有很多 不过我不说太多了 因为大家会觉得无聊 和今次的主题无关 其实在上一次和大家探讨 KK圆区说过的说话 我尽可能不重复 拿一些新的观点来刺激一下大家 首先有点重复的说过 在圆区里的人 很容易就能够找到 他一世经过正当社会途径 找不到的钱 因为你想想 你主动进去KK圆区 你本身就是一些 学历不高 又或者难听一点 就是一些社会的失败者 当然 有些人是被人硬捉进去的 这些先不计计 但你想想 如果你本身是医生律师 你本身在这个社会 合法地已经赚到很多钱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会冒着风险 需要进入圆区 但相反就是 如果你在这个正常的社会来说 你事事失意 就算拼尽老命 但是你都赚不到太多钱的时候 圆区就成为了部分人士 他们会觉得自己能够发达的一个选择 就等于好像买六合彩 你买六合彩的话 中长机率就比较低 但你去圆区的话 可能你真的努力 又或者透过 例如说 你熟悉香港的人 知道他们怎样 左防右防 如何去哄人的时候 你就知道比较容易落手 最重要的是 那些人是捨弃了自己的人性 那他们就更加愿意进入工作 根据我看不少的 相关的电视 参考资料 电影来说 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进入圆区里面 你开到单 你做到财务的话 你不单止不会被人打 甚至乎是说 你会在里面 得到认同的感觉 除了有个认同的感觉之外 你真的富贵 那你富贵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些真正的物质享受 换句话说 除了说 铆得好看被江战 戴名标 或者是日子很好的物质享受之外 还有到了周边的人 甚至乎是一个原本却打女的人 因为你爆 email 因为你的帐 Development 他使你做 macocher 也行的时候 導致他们社会 而不是所谓的 因为除了被人绑架 因为被人绑架的那些 实际上就是要勒索 要问他家人拿钱 就算你迫他们去做 一些正常的游客 他原本的心不是想要赚钱 你迫他去打电话 其实也不会说太多人是打得很厉害的 因为骗人其实是要讲天分的 而且你骗人的真诚 都是说你良心过不过得去 如果你本身也是一个受害者 你未必能够那么尽心尽力去骗其他人 但对于那些眼里只有欲望的人 他要去骗人是没有心理负担 所以他扮演那些不同角色 扮演得更加得心应手 继续说回 普遍上来说 自愿进去园区的人 在现实世界没有任何满足感 所以为什么呢? 很喜欢就是爬进去 我出到去的时候没有人看得起我 我进去做的时候我爆数 对不对? 有钱、有物质、还有认同 所以很多人就是进去就出不回来 还有最现实的一点就是 原来你可以随时努力一年时间 找到你原本一生都找不到的财富的时候 对于一些社会对他没有期望 他自己本身对他没有期望的人来说 这个地方简直是天堂 对不对? 对于那些KK圆区老板来说 他们好像是保险公司的老板 地产公司的老板 如果你的下属是能够有财富的 我告诉你懂不懂英文 我告诉你没有哪个手哪个脚 我告诉你大学毕业还是小学毕业 最重要是你有财富的就是优秀的人才 而且优秀的人才不是经常有的 就是刚才也说过 不是说你抓了一个人回来 又或者一个人自愿回来 他们的业绩不好 你打到他们哭了 然后他们的业绩就会变好 有些事情不是说你打他 你罚他就所有东西变好 如果是的话 我小时候的妈妈打得我怎么样 又不见我变成医生律师 所以单纯的打是等于可以逼人去做事 但是不代表可以逼人做得好件事 所以对于一些自愿和做得好件事的人来说 是KK圆区不可多得的人才来的 因为诈骗这一行其实也很过瘾 有些人可能就是说 他每次就只骗到人家几千元 就算你说一天开到一张单也好 当然你买单计数了 他月薪当然都比普通人不少了 但有时候大家听晨早新闻的时候都听到 哇 妻子被骗了千多万 哇 妻子被骗了八百万 真是厉害那些人说不需要每天开单 但是一开就开一张大单的时候 公司即是叫做那些诈骗园区也有得分 对于那些园区来说 我说知道你开到多少张单 最重要就是银马 对于那些有能力可以开到天价银马单的人来说 就真的不是那么少见的 所以对于这些身材工具来说 老板都是爱不惜手 所以为什么呢? 哪怕是你走了也好 我仍然会保留过银马公势 是跟你说 你只要愿意回来的时候 钱费这些东西就不代薄你的 对于这些甜蜜的唐衣陷阱 试问又有多少人能够抵挡得住呢? 特别是说 我就当你不贪也好 但是万一你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 你遭遇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又或者就是说 你突然之间你等钱花 那你很容易就是回去的 就是等于就是说 为什么有些人经常说 你作为学生哥 或者你作为一个女学生 你不阻业的第一份工 你做什么都好 千万不要选择一些封月场所 就算你不是参与那些涉案人员也好 哪怕你是酒保也好 或者你是门面的接待人员也好 都不应该去第一份工做这些 因为最容易就是说 影响了那个价值观之后 你其他那些工 你回不了你看不上眼之后 你整个人就沉沦了在里面 最怕就是说 一旦你的价值观出现了扭曲之后 你连去做一个正常人的机会 都越来越困难 然后你没得选择 你就被逼沉沦在这个船窝里面 还有我们不说老板了 我们再说那些人的心态问题 有时候有些人就算你说 我在KK圆区赚了很多钱 还可以出来后 当地政府没有罚我 无论你等不等钱花也好 其实很多时候 有些人职的去做事 真的跟钱的问题 就不太关系 你别说KK圆区 李嘉诚够不够钱花 他的儿子够不够钱花 一个一个都够钱花 他们现在说退休 他们的钱 够他们整个家族 可能生存一千年一万年都没问题 明明他们整个家族都不缺钱 但是为什么 他们仍然是很努力地 去拓展自己的商业王国 不肯放手 因为他们坐拥权力 因为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他 因为他在这个商业市场上 能够发光发热 他觉得自己仍然能够找得到更加多 就算你说他不是有些很特定的东西想买 例如说 不是有什么名标 名车 游艇大炮想买也好 但总之 他是觉得我有能力找到更加多 和找一口饭食无关 最重要就是说 我要有地方可以彰显自己的价值 而且当一个人完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时候 他再去追逐资源也好 权力也好 认同也好 那种的积极性 比起我们这些 叫做喂两餐 才被迫去工作上班的小市民来说 他们是更加积极的 如果大家是打工仔 你就明白了 你到底想走 跟你公司有亲吗 但是 为什么有这么多 明明是财务自由了的老板 他仍然是做到牛 仍然是说 每天都在想 公司如何 如何可以少一点 如何可以赚多一点 就是因为 心态追逐问题 我们普通人就是说 为了 养活自己 养活家人就算了 但 他们一早过了这个 level 就算不关钱事 他们那种追逐 比起我们更加强烈 所以 为什么KK圆区的人 除了钱之外 钱背后 让他们得到心灵上的满足 才是最大铺人 让他们要继续回去 我们看到的人间地狱 当然 如果你说 像李嘉诚 正当商人 你做的事不是害人的话 其实 成为欲望的奴隶 都不是问题 反而就是 可以激励你 创造更多的价值 然后可以养活更多的员工 对社会有更多的回馈 但是 圆区内的人 他们成为欲望的奴隶 是说 他们必须要透过伤害其他人 才能够令自己 获取成功 当这些人 例如 他们被缅甸的军人解救 又或者 有人熟悉他们 走的时候 一旦他们离开了KK圆区 其实就代表了 他自己一手建立的 风高位积 商业王国 是被摧毁的 那你就想想 原本一个生意人 他盘生意好地地 但是基于一些不可力抗的因素之下 他盘生意没有了 虽然就不会变成负债 但是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他家公司好像被人偷走了 你不要说会令到一个人 失望沮丧 这么简单 甚至严重来说 令到一个人益屈 所以有些人出了圆区之后 反而他很不开心 他会有病 有时候人被欲望操控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 如果这个世界 大家可以变得无欲无求 我敢说 精神病这方面 最起码有一半的病人 是会没有病的 另外 关于圆区的享乐问题 也是一个关键 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进到圆区来说 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 一来就是说 你在圆区里面 赚钱犯罪 间接圆区的人 会为你提供保护膳 你不需要担惊受怕被人捉 但是你去到其他地方 你下一秒都担心警察 过来爆你门的时候 为什么 有保护罩 所以就要留进去 另外就是说 你在圆区 假设你是优秀员工 在圆区里面 你就会有无数的享乐 而且再加上 在一个无法无天的地带之下 你能够享用的享乐 基本上就是说 在其他地方的法律 一定是禁止的 例如说 可能是一些药物 再不就是一些 十八禁的承宴 上述这两件事 你无论放在香港也好 放在中国也好 放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好 都是违法的 就是说 就算有人在做这些事 也好 但他们也会低调 紧张 因为心拍下一刻 警方便会爆门进来 但如果一旦你在圆区里面享受 你连这种心理负担都没有 你就更加乐而留在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给到你的快乐 是其他地方给不到的 而且这些越是刺激 越是过瘾的快乐 你会很容易令人上瘾 好了 当你真的对这些事上瘾的时候 你被人解救出来的时候 你永远都享乐不了的时候 那你就极度痛苦 其实 揭除任何的成瘾 都是相当之痛苦的事 特别是说 那样东西越是令你快乐 你要去撇脱他的痛苦 是越来越大的 我不想把这些事说得这么直白 因为未必能出界 但是 你可以将他爱情地去看待 当你越爱一个人 而那个人离开你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可能是天灾人祸带走他 又或者他心变离开你的 当你越爱他越深 那你的心就伤得越伤 其实是同样道理的 总之一样东西 令你越来越害怕的 又兴奋 当你失去了他的话 你连过着一个平常的生活 你都过不了 即是你看到有些严重失恋的人 正正常常回下班 都可以哭 因为他很痛 他戒掉铺癮 有些他很爱的东西 离开了他 那他就极度伤心 所以你想想 真是被人解救的人 是要说他身体被解放 以及心灵上 都是要彻底对这个地方厌护的人 才能够成功逃出圆域 这些通常就是说 那些什么旅客 被人卖猪子卖过去的那些 而又成功逃到的 那些人就叫做成功逃离圆区 但有些人 特别是中国曾经有些例子 有些人在国内已经犯了事 被通缉 他们知道自己在国内已经无处可逃 特别是说 因为国内哪怕是你乘坐高铁 怎样怎样都要掃描身份 那很容易就会找到你 甚至乎看演唱会 都要实名认证的时候 很多人在国内 他们就走不了 然后又觉得 什么享乐都做不到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过去KK圆区 然后 你说将他们压反去到国内的时候 他们又需要面对其他惩罚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像KK圆区这些接近三不管的地方 这么多人愿意自愿下去 在我们眼中看 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人很傻 实际上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们是普通人 我们是不会经过这么多刺激 诱惑 引诱 所以我们可以保持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但是 身在欲望当中 不断被欲望控制住 不断被腦里面的多巴胺 很多化学物质操纵住的人 他们当然看东西 是不会看得这么深水清的 而且 有一件事是这样说的 就算你听完这一集节目 你完全明白了 井仔说什么也好 甚至是说这件事的本人 即是井仔我也好 好像说到个大师 好像说到很深水清也好 但是 其实每个人在面对欲望的状况之下 特别是那些有或引诱 其实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差不多 最多是说可能一万人当中 总会有三四个人意志力特别坚强 但是我也挺相信 这个人不是我 所以为什么呢 你可以留意到 政府在很多那些 特别和药物有关的广告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不可一不可再 因为所有关于欲望 成人的事情 一旦你试过第一次之后 其实就很难是能够撕掉的 即是就算你说你有信仰也好 但无论如何都好 都会是一个极度之痛苦的过程来的 至于一旦试过的人 又真的有多少个人 可以重回正常生活呢 有是有 但是当中的过程和辛酸的代价 是带到我们普通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对于这些 所谓赚快钱的机会 怎样怎样的那些 就千万想也不要想 试也不要试 还有呢 有件事很讽刺的 就是说 几日之前 就说一群明星 去和八字家族 去讲生日快乐 接着说完之后 第二天 中国和缅甸集体 就铲起了整个家族 大家都知道 KK圆区这些事情 自从多了KOL 多了些媒体在那里分享的时候 大家都关注了这一件事 都希望 去将这些东南亚的毒楼 就彻底铲除 因为畢竟 对于泰国和缅甸来说 旅游业很重要 他们作为物价这么低的地方 他们当然千方百计 希望去赚取外汇 因为这个 比起他们自己国家 如何去生产些产品也好 来钱是来得更加快 和合法的金钱 所以为了他们的旅游业着想 我相信 那些什么家族 都应该很快会被人铲起 还有就是说 对于政府来说 如果可以充公 这些钱也好 是不是 反正这些钱 都是不宜之财 预期 被人去消费 去奢侈品上 倒不如就是说 收归国有 看看如何去扶贫 建筑 做什么都好 总好过在这些人手上 对了 今集节目就短短的 星期日就来到这里 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下 好了 来到这里 我们待会再见 拜拜 拜拜